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今天找来了中选会 打算针对选罢法修法 不过前一天晚上 戈兰伟团队就收到 因为违反选罢法 罢免不得宣传 总共60万元的罚单 这让当时参与活动的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骂翻了 呼吁戈兰伟团队绝对不要搅 可歌可泣 力大于弊 戈兰伟重回立院 不过这次却是带着60万罚单 台北市选委会不要事实挑轮的 你具体的行为人都已经认定出来了 你怎么不去罚姚立民 你怎么不去罚黄国昌 连市长路过都有提到的 要不要问一下柯市长 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原来是当初戈兰伟 办一系列活动 违反了选罢法罢免不得宣传 只不过开出罚单的是 台北市选委会 想起当初柯文哲也曾大力支持 更让戈兰伟团队议论纷纷 台北市有个选委会 但是那个选委会是隶属 中央选委会 它跟台北市政府无关 去问台北市选委会不是我们 那个财阀宣传 地方中央现在似乎互踢皮球 但罢免不得宣传 这种规定更让绿委麻烦了 选局大家就必须要去做宣传 让民众来认识我 得到民众的一个认同 罢免何尝不是如此 委员 我跟你讲 我几年前就讲不合时宜这样的意见 所以主张是修法 那这个事情还是要按照这个程序来完成 中选会认同这条法的确不合时宜 但如今修法还没过 开出的60万罚单怎么办 曾参与戈兰伟活动的黄国昌 就主张绝对不缴 还要再提行政诉讼 有点NTV 许唯伍权 朱祁鱼 台北报道